謝謝主席 麻煩請部長 委員好 謝謝部長 本席在今年10月2號的時候 其實有提出質詢 就針對我們常備兵補兵服役規則第15條 非常感謝部長 就這個部分 部長馬上呼應 而且上報行政院 在10月21號行政院也公告修訂 讓我們不會產生一國兩制的現象 尤其對一些中地收入戶的家庭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那這個也攸關我們所有的民生 我們希望是不是我們都已經 也配合執行了 國防部應該是不是也像內政部議政署一樣 因為他們在修正以後 其實他們有發布新聞稿 那麼國防部的立場其實修正以後很多民眾還不知道 是不是這個部分我們也可以比照辦理 讓更多的民眾可以知道這樣的訊息 那另外我在這裡可能要提醒國防部 就可能發布南海防空識別區的部分 到時候其實對我們的衝擊可能更大 我們希望我們內部的因應可以比上一次我們獲得訊息之前可以做更多的考量 還有未來的因應模式 我想先提醒 那今天我們主要希望討論的是募兵制的問題 我想請教部長 就您的看法 募兵的狀況有比幾個月前還好嗎 有這兩個月這個志願流營的有增加了 這個幅度有增加了 尤其是陸軍這個部分在戰鬥部隊這個部分他們都有增加 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過去志願流營他續簽的那個狀況不好的原因 那些人他們的薪資結構怎麼樣?沒有繼續流營的 他們的薪資有沒有低於基本工資的兩倍? 沒有 那些沒有續簽的 沒有低於基本工資兩倍 如果我們做了四年大概薪資多少? 四年大概有四萬到五萬 那超過基本工資的兩倍了嗎? 可是為什麼他們還是不願意留? 這裡面有很多問題 我們所了解部隊訪問來講 第一個就是經常要待命任務太多 這個很忙 然後另外就是其他的一些雜物也太多了 然後還有休假沒有按照正常 這些部分我們都在做一個檢討 還有一些內部管理的問題 管理的有時候讓他們覺得個人自由上面這部分比較少 我們現在就是做了一些實驗的單位來從這部分 在我們內部管理的問題做一個自我檢討 然後怎麼樣去改善 在這個資源流營的 所以我們希望他在服務期間他會志願的想要把這個部隊也好 單位也好看自己家一樣 所有的生活都很習慣 而且很穩定 我們希望朝這個方向 所以部長剛剛可能也講到一個重點 除了我們剛開始招收進來的 他的基本工資可能很低以外 如果像我們前幾天的新聞 我們的基本工資甚至日薪不到69塊 他實薪了 所以變成說他是很低的工資 那剛剛部長也講到了 除了薪資的問題外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像薪資不夠的部分 我們部長您的看法是要加薪還是要減工時 我們都有加薪 但是那個前幾天報紙所登的 跟一般的是他的基準有點不一樣 事實上他是用2萬9來算這個 我們事實上我們的本薪是3萬多 另外還有一些加起來的話 大概就是4萬多 應該用4萬多的比例來算他的工資 而且在軍中來講他的待遇 除了這個待遇之外 他是11住行都不要花錢的 那一般那個超商也好 他們那些工資 他所有的東西都沒有 這只是那個工時 所以那個工時的計算 是有一個標準不太一致的 不過他的工時 因為我們算了4小時 剛剛部長也提到 又很忙 從早抄到完 這個部分 因為剛剛也有提到一個 所以其實從剛剛部長算出來的 其實我們的基本薪資沒有那麼低 不像你不到3萬 所以薪資真的是最重要的因素嗎 我想也不是 因為剛剛前面也有很多委員提到 我們募兵制推不下去 因為我們的陸軍李斯林也說過 美軍跟他講 我們如果募兵制要成功的話 大概就是3M 大概就是錢錢錢 這個因素 全是最大的一個 可是我想請教部長 既然我們目前我們國防部自己一直認為說我們的錢不夠 可是我們的那個人事費用已經高達50%以上了 跟我們原先的分配比例4比3比3 其實他已經有很大的差距 那在這一部分錢的部分你怎麼解決 因為你不可能走回頭路的嘛 錢怎麼解決 是不是有人承諾 木兵制一定要推 有人承諾 錢不是問題 部長可不可以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前面這個報告裡面特別講了 這個有些需要在精進的有包括待遇的問題尊嚴的問題 還有一個未來一個出路的問題 那這裡面待遇的問題除了基本薪資之外 還有一些甚至於我們要一些錢 要怎麼來挹注在裡面呢 包括的土地活化 一些靈改基金也好 未來這個還有眷屬的照顧也好 這些福利也好 都在這個錢裡面需要 除了剛剛 對剛剛講到錢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在支出 剛剛只有一個土地的挹注是收入而已 所以在基本上包括我們的預算 其實都不足以因應我們目前 所有我們在木兵或者甚至現在國軍數量的這些經費上面 而且他每年一直在超出高達一半以上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在這裡我想要提出一個看法 因為我們一直說我們的錢不夠 可是全世界採木兵制的國家有58個 48 48個 真正GDP佔了比較高的其實只有兩個 佔3以上的其實只有兩個 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 我們跟美國其實是不一樣 跟沙烏地阿拉伯也不一樣 可是其他48個除了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以外 其他國家GDP都是低於3 就是他們的國防預算啦 是不是這樣 英國印度 你是主機局的局長 我跟委員報告 我剛剛講的那個數據就是說 不要一直迷失在GDP3是我們的國防預算 因為如果我們自己的錢已經不夠了 我們的預算其實你就是編不出來 你要每年三千億的預算 其實它超過你的國防預算已經一半以上了 所以其實在這個部分我希望你也可以去學學其他國家 因為我們不用跟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學 我們的國情跟它也不一樣 委員我給你四個字你就知道我們現在國防部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用開源 截流兩個方向來做我們的財務規劃 那目標制就可以成啦 有機會 大家都聽得到嗎 絕對可以成 絕對可以成 我們希望在開源上面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們政府既然有這個決心 那麼我們國防部在推動的時候 政府一定會用權力來支持 這是我的瞭解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自己的預算 所以人家目前不是問題對不對 我自己的預算是在有計劃的作為 我剛剛我再加一分鐘跟委員做說明 喔喔喔 剩下一分鐘多鐘 你等一分鐘太久了 我們的營改基金 眷改基金 生產服務作業基金 它其實在美軍都有一個通話的理解 每年都是在討論的 你那些基金那個本來就有了 你現在就是不夠 你這個本來都在運作的 而且越來越少 剛剛你提到開源節流 怎麼開源節流 那個另外我們希望有具體的做法 剛剛我提到其實GDP 佔三以下的 是佔了四十幾個國家 他們推募兵制 他們的軍費預算沒有那麼高 所以可以去學學他們 他們怎麼做的 而且可以讓他們充分 有保衛國家的一個基本的實力 英國也是啊 英國他們也參與很多的 跟美國一起參與很多的那個戰役 可是他們的那個軍費的預算也沒有那麼高啊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學習啊 因為我剛剛只想要確認啊 就是說至少我們目兵制要推動的時候 我們國家是可以支持的 在錢的部分沒有問題是不是 我想要知道這個部分 有沒有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絕對是可以的 絕對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國家會鼎立支持 有人承諾 我在這裡還要提出來就是 我們怎麼樣分配 因為其實在很多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討論一下 如果有些公司他在運作的時候 他必須他知道他到底是要行銷的人才 還有管理的人才 或者生產的人才 或者需要什麼 到目前我們目兵制整體看起來 我們只要目的到人就好了 而且只要是活的就好了 感覺上啦 因為你現在對像 你到底要什麼樣的人才 我們有沒有很精準的去吸引這樣的人才 這是我們我希望要探討的 還有各專業都有 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整個國家的政策 不獨不同不武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要善用這樣的和平的紅利 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那麼多的錢 你應該從40%的人事經費預算 去換算你到底需要多少人 那到底可以用多少人以後 你再去換算 你應該要需要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你作戰的部隊其實是大家最核心的 軍就是以戰為主嘛 這一個部隊的人先找出來 那你剛剛說的開源接流 你任何的經費 我覺得可以把它更精實的 用在這些人的福利上面 換你招了一堆 然後你進來完全跟我們的那個 實際的作戰需求或者其他的任務 沒有辦法配合的話 你招了那麼多人 你有再多的錢你都不夠用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檢討 我們反推回去 不是你應該用了多少人 結果你經費一直編 你的人事預算一直編 你如果說我們的預算有多少 40%的人事預算經費 你可以用多少人 你就募那個對象 那個人數 然後你再來精準的 看你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現在正在規劃 就是未來所做的一個組織調整 跟兵力結構調整這個部分 人數會做一個調整 因為我們每年已經買了很多資訊化的設備 然後我們的指管系統 或者其他的自動化的這些設備 其實都非常多 表示其實我們不需要有這些層層結智的單位 我們不需要有那麼多的軍團 還有不需要那麼多的艦隊跟聯隊 對我們反而可能你像戰鬥機海軍艦艇以外 有很多其實是可以精簡的 這些我們希望可以趕快做一個重新的規劃整合 而不是只是一直要錢而已 謝謝委員指導 那另外我們在談到除了錢以外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人的問題到105年 我們現在少子化 105年可能會少了5萬多人 這是死亡交叉點 對於教育界來說 少了5萬多人 我們現在就目不到了 到那時候105年少了5萬多人 我們的台灣市占人口下降的非常嚴重 這個部分我覺得國防部應該審慎考量 時間的問題我們希望說錢跟人怎麼來 這個國防部還要有更具體的做法 謝謝